HELLO 大家好,我是九亿,欢迎收看手机游戏周报,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议题叫做非洲猪文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延烧中,所有的社群网站Facebook上全部都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台湾的独立游戏团队也推出了一款游戏叫做珍珠,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玩这种可爱的小游戏的方法更加关心我们的时事,更加关心这个风格, 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议题,那九亿也在这边先预祝大家猪年好运到好运旺旺来 接下来有许多的好玩的手机游戏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3D ARPG 手游幻想计划,现在开放下载啰 游戏一开始可能会让玩家摸不着头绪,一直打打杀杀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随着游戏进展,主线剧情会以漫画的方式呈现 玩家就能慢慢了解到整个世界观 战斗方式非常好上手,只要连点就能攻击 滑动可以闪避,点击头像就能够使出技能 但别以为这是无脑打怪的游戏 有些关卡还会设置机关,还是需要一些技术操作才能通关喔 武器们还拥有自己的人格跟回忆 只要完成任务就会开启回忆激情,有些还能长知识呢 整体来说游戏操作顺畅还有可爱的角色等着玩家来抽 有兴趣的玩家们赶快下载来玩吧 人气漫画作品《魔导少年》完结之后 也推出了手机游戏啦 游戏时间点设定在大魔斗演武之后 除了原作中的角色都会登场之外 游戏中还有原创角色与剧情 游戏才类似大风的玩法 不管我们在地图上还是战斗时 都要透过纸骰子来行动 另外我们也有机会获得特殊的骰子 可以指定要骰出什么数字 至于战斗时我发每位角色也会有相对应的点数 骰到该点数时对应的角色就会发动攻击 能量累积满了之后也可以使用强力的奥义 而游戏中还有许多的名场面可以作为装备增强角色们的能力 如果你是魔导少年的粉丝的话不妨来玩玩看喔 Bomb Squad Academy 是一款题材特殊的拆弹解谜游戏 游戏将人让你在安全的环境下体验紧张的拆弹氛围 并设计了多元的炸弹机关供玩家挑战 你必须在仅有的时间内仔细观察电流流动的方向 精准的切换开关按钮 剪断关键的导线 最后将解除的灯都点亮 稍有不慎让爆炸线路倒垫的那瞬间 一切将灰飞湮灭重头再来 而除了基本的线路之外 游戏还有一暗急炸的关卡挑战 完美模拟那惊险的拆弹瞬间 想体验让人冷汗直流心跳加速的拆弹过程吗 那就赶快下载来试试看吧 你喜欢练习风格与黑暗系的游戏吗 肢体派对叙述身为作家的主角 进入一栋古堡寻找灵感 却意外的碰上一连串诡异的事件 肢体派对是一款挂机兼蚊子冒险类型的游戏 我们只要透过除灵或者挂机的方式 收集灵魂并利用麒麟获得新的肢体 进而获得血钻来开启新地区探险与推展剧情等等 另外我们还可以摸摸可爱的珍珍 跟她进行互动或是换衣服 游戏中的文字和剧情量相当庞大 还有明暗的双主线让玩家们去探讨与挖掘真相喔 《急速领域》是Garena 代理的赛车手机游戏 操作简单好双手 只需简单几个按键就可以使出帅气的甩尾 除了经典的赛车竞速之外 也有友情破坏的道具赛 一局玩下来只需要三分钟 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的飙上一场 想要钻研赛车技术的玩家 游戏提供了完善的教学训练 各种技巧都有影片详细讲解 每个赛道官方还提供了录影让玩家学习 哇这超强的技术让人看完直接跪在手机前了啦 游戏中获得的科技点数 可以用来改装自己的爱车 能依照需求升级不同的部件 不只赛车 游戏中也有多种个性时装 让玩家可以自由搭配改装角色 打扮完角色后 可以到休闲区晃晃结交新朋友 也可以游玩男女组队的邂逅模式 社交功能应有经有 本作与MyMusic串流音乐平台进行了跨界合作 游戏内歌单超过150首 让玩家们可以尽情的随着音乐节奏狂飙咯 还原十三年前经典原著 开封的大型多人线上游戏 马奇梦想生活 在台湾展开工作啦 游戏中有许多老玩家熟悉的NPC 并且这次游戏特别找了许多知名实况主 配音员来为游戏中的角色们配音 玩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呢 马奇向来以自由文明 职业选择上没有限制 不但可以在战斗期间自由切换武器 所有武器的技能也都可以使用 打怪打累了也可以体验生活技能 像是料理、采矿、飘制等超多超豐富的选择 或是为时装染色设计独隐无耳的服装 还有各种帅气又实用的宠物 可以跟我们一起冒险 玩家们是不是很期待呢 现在赶快把当年的马奇好友们 一起找回到爱尔林冒险吧 冒险手机游戏伊苏 阿尔塔哥的五大龙 是由日本Falcon 授权 宇郡奥丁所制作 游戏重现伊苏7 的剧情 讲述亚特鲁与伙伴多奇 来到名为阿尔塔哥的大陆 发现了几乎消失的龙之传说 游戏战斗方式为即时战斗 玩家要操作角色移动 攻击闪避 还有施放Extra 技能 另外在躲过敌人攻击的瞬间 还能够触发 Flash Move 来连续攻击进入慢动作的怪物 等级提升之后会获得技能点数 玩家可以选择想学习的招式 来搭配出最适合角色的技能组合 喜爱艺术系列作的玩家 千万不能错过这款游戏啰 随着大逃杀类游戏越来越盛行 在中国现在也有热血的独立开发者 推出以二战为主题的大逃杀游戏啰 玩家将能选择数名角色 并利用他们独特的武器和技能来战斗 除了有潜行、增加爆头伤害或特殊的武器之外 玩家也可以善用掩体和手雷等操作 来一场刺激的枪战 虽然游戏目前只能进行死斗模式 但之后还是会陆续开发各种新的模式给玩家体验 如果你也是喜欢二战或设计游戏的玩家们 不妨一起来给这位独立开发者一点鼓励吧 Rusty Memory Survival 是一款深层解谜游戏 故事描述主角某天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一座无人岛上 但什么也想不起来 因此我们要一边收集物资 一边想办法生存下去 一边寻找来到这座无人岛的原因 一开始没有工具时可以用拳头打树取的木材 或是捡地上的杂草、石头、蘑菇等物资 当然也别忘了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体温过低就用萤火取个暖 饿了就烤些东西来吃吧 而在探索小岛时 我们会慢慢发现许多的线索 除了能进一步解锁更多可制作的道具 也能够一步一步查出事情背后的真相 主角到底为什么会来到这一座小岛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原因吧 曾经陪伴许多七八年级生长大的数码宝贝 又推出新的手机游戏啦 在数码宝贝相遇中 我们会碰到不同世代的数码宝贝们 跟他们成为同伴一起并肩作战 而数码宝贝招牌的进化系统 当然在游戏中也没有少 在战斗时只要累积右下角的能量 再点击想进化的伙伴们 就能够让他们进化咯 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培养 让数码宝贝直接进化 例如我们先培养到成熟期 战斗时再进化就是完全体咯 想获得新的数码宝贝 可以在家园中透过孵蛋的方式取得 现在就赶快来和你命运中的那只数码宝贝邂后吧 游戏也能用来治疗受伤的心灵吗 除了心理辅导员之外 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这款真正的治愈系手机游戏 A Part Of Me 这是一间由针对年轻人心理辅导的工艺企业所设计的游戏 玩家将扮演来到一座陌生岛屿的主角 和众多NPC 邂逅透过简单的互动来舒缓身心 或是聆听别人走失困境的故事来疗愈心灵 本作将心理治疗和游戏结合 甚至还被BBC、INT、卫报等媒体报道 是一款相当特别的游戏喔